欢迎密斯廷热力代言人 英出万刘宇 欢迎 哈喽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密斯廷热力代言人 英出万刘宇 今天是首次来到密斯廷的直播间 然后也非常开心 因为和密斯廷结缘这么久了 然后一直没有来直播间 今天终于来到密斯廷直播间了 然后也希望 也很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探索 密斯廷的热力世界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的小宇一起来 好好地探索一下 密斯廷到底有哪一些好用的产品 那么刚刚小宇也说到 是首次做客密斯廷的直播间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惊喜 要来带给大家 当然在直播一开始 请小宇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在忙一些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工作 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 最近其实有在练习很多的项目 因为就是在参加一个比赛嘛 嗯 然后其实在工作之余 还要去训练一些体育项目 嗯 然后就很充实自己的生活 就是劳逸结合 嗯 然后自己也就是整天 就是这个地方想一想 那个地方想一下 就脑子里要充实很多学习的东西 你每天要想上次教练教了什么 然后其实自己睡前躺在床上就会想 哦手从这里起 这里起 所以其实 嗯 因为我知道你那个节目 热力运动会对不对 对 然后超新新运动会 超新新运动会 然后你选的是一个卡丁车的项目 有卡丁车 有卡丁车 还有其他项目 还有其他项目 但是现在还不能跟大家讲 是的 对不对 但是卡丁车的部分 我想问一下 你有驾照吗 我没有驾照 没有驾照 怎么会选卡丁车呢 因为就是当时他们找我的时候 然后就问说 哎刘宇你想不想参加卡丁车 啊我只参加 我只在别的城市旅游的时候玩过一次卡丁车 然后没有去就是训练过 然后我要参加比赛 我说怎么可能啊 他说没事 这个就是一个养成的一个过程 你慢慢的进步就会发现 啊卡丁车很有魅力 那我说好吧 那就去吧 然后去了之后训练了两天 嗯 大家看节目吧 大家来看节目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会有很多很难忘的事情 是的真的训练很好玩的 嗯训练很好玩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一个养成的过程 对不对 可能一开始你不是特别熟悉 可是随着不断的锻炼不断的进步才可以让自己表现得更好 其实跟舞台上也是一样的 听说明天有直播哎 是关于超新新运动会 哦是吗 然后我还有比赛 哦所以大家可以 但是不是卡丁车 嗯 是其他的项目 其他的项目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期待一下 但是我觉得听小语你这样 哎透露了一点对不对是什么 我觉得嗯 那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些 发现一些自己独特的 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些兴趣爱好 嗯其实我自己还是蛮喜欢明天要比赛的项目 嗯 因为卡丁车啊当时比的时候就特别担心 我说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然后我就开场前我都我都把那个安全带系的死死了 头盔带的紧紧 是 然后呢那个手就握住那个方向盘 然后下车的时候 嗯 我这手都僵了 我说啊怎么不会动了 是 诶诶教练会坐在你边上吗 不会啊 他因为卡丁车只有一个座位 哦 然后他只是给你示范一边 教你怎么开 就是自己就要开了 对 哇所以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明天可以好好地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小语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表现 那么当然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这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但这个快问快答啊稍微有一点点要增加难度 嗯 好不好 我们要请你在纸上画下你自己心目当中你自己的形象 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我再来问你一些问题 行 然后再来做大 好不好 好那我就来问你 我自己画自画像 对你自己 对你最最最看不下去 真的吗 哦 大家来期待一下看一看小语画自己会画成什么样子 嗯 那你就开始画了 好 好 那第一个问题小语喜欢熬夜呢还是早起 我都喜欢 都喜欢 对 熬夜和早起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感受 还好吧 就是你熬夜的时候也可以早起啊 熬夜的时候也就早起 也可以早起 那就是不睡了吧 也得睡 不睡的身体不太好 对 所以其实如果 我还是建议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早睡早起是最好的 对 好 那第二题 在冬天 因为现在已经到冬天了嘛 很多人到冬天会觉得啊 要吃火锅啊 要去玩雪 你自己对冬天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冬天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冷 然后得吃火锅 嗯 然后呢 怎么说呢 我一边画一边画一边画一辣 好 我现在看到小语画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把大家来看一下 冷吃火锅 冷吃火锅 然后 穿厚厚的衣服 然后赏雪 赏雪 尤其是在北方 很多南方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看到过雪 但在北方就会觉得雪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那接下来下一题 三秒钟内说出此刻最想吃的食物是什么 是蛋糕 蛋糕 为什么是蛋糕 就是你说让我想到这个我就想蛋糕 哇 那那感觉你平常是喜欢吃甜食的人 对 我比较喜欢吃的 可是你还可以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因为适当嘛 就适当吃一点我觉得没有关系的 适当吃一点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一些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说啊马上就要双十一了不知道到底要买什么可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觉得还是要推荐大家买Misting的产品 因为真的非常好用 不管是小兰顿粉底液 还是我们的小黄帽防晒都是非常好用的产品 一定要去买 一定要买 所以一会儿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跟大家好好地来分享一下这些好用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分享一个最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 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今天来到了Misting的直播间 哦这是最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晚上 当然呢如果你没有关注直播间的话 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 那画完了吗 啊已经画完了 好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小兰的自画像 嗯这个自画像很特别 大家觉得怎么样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嘴巴 因为就是单纯画一个这个嘴巴的话 就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微笑吧有点无聊了 然后就想要给他加一个就是那种就是期待吃甜品的那种 期待吃甜品 猫咪的那个嘴巴对不对很可爱 然后眼睛是圆圆的耶 嗯因为我本来刚才想画一个比较有神的眼睛 发现哎不小心画成了双眼皮 然后发现自己不是双眼皮 我给他涂黑了 但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小兰 因为我之前看过就是大家给小兰画的一些什么自画像 或者一些创作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可以加上 因为眼睛下面有一颗小小的痣 来加 来加上这颗痣 这样的话就更加传神了 哇 我的自画像应该有进步哎 如果让他们截图的话 可以就是弄一个我自画像的一个进阶 进阶 因为我其实最近有学画 学一点画画在网上 然后其实慢慢的可以找到那种线条的感觉 就其实这整个头型都是 你看是有一定学过的知识 是是是 跟我之前不太一样 但是眼睛还没有学 眼睛还没有学 所以下一次再画自画像的时候 又可以有更好的不一样的部分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就是先学头型 然后再学眼睛 然后每一个步骤分开学 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直播这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哇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小语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头发真的画得还蛮好的 我也觉得 对不对 这画出来我说 哇 画得这么好 这么好 自己都陶醉 整个的线条感都很好 同时呢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你是刚进到直播间的话 那么当然呢 小语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又是在双十一的期间 一定要来给所有的朋友们送一些福利 是的 这个福利是什么呢 其实刚刚小语说到我们的小黄帽啊 还有蓝盾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其实Miss Teen还有一款很好用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 24小时的持妆的散粉 这个散粉呢 其实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定妆 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哎呀我化完妆不想定妆 但其实呢 如果你有了散粉之后 就可以更好地保持你整个的妆容的干净 整洁 而且呢 它也不会拔干 也不会起皮 所以呢 这款散粉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这款散粉啊 日常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的售价呢 是69块9毛钱 今天既然小语来到直播间了 我就直接来说了好不好 给大家做一个9块9的秒杀 哇 所以 此时此刻 准备好你的这个手速啊 然后最好把这个网也连一连 然后把手机充上电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 小语来 我来倒计时好不好 多少分啊这个 我们三百分 那还蛮多的 蛮多 我们有来三百个人 肯定有吧 我们现在线上观看已经好几万人了 我们点赞已经好几百万了 所以三百分应该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来倒计时 一起来倒计时好不好 好来三二一 上链接 好 如果你抢到的话呢 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互动一下 分享一下你的喜悦 但是如果你没有抢到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利要来带给大家 是的 那其实呢 刚刚小语说到跟密思婷已经结缘很久了 但是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密思婷的直播间 对不对 那你自己觉得密思婷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它其实是一个其实蛮全面的品牌 它的底妆也做得非常好 防晒更是不用说 我身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密思婷的防晒 然后其实密思婷最让我一开始知道也是防晒的产品 因为我知道它是泰国的品牌 没错 所以它的防晒非常的重要 因为泰国是一个日照很长的一个城市嘛 所以要看它的防晒能力好不好 你看它在泰国也这么有名 其实在中国那更不用说了 其实每个人其实都知道 我在没有和密思婷合作之前 我自己就在用密思婷 所以其实等于说是这个一直在用的这个产品 然后这一次又结缘了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刚刚小宇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泰国真的是一个很热 然后这个日照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们是一直在专严防晒产品的 那小宇你既然用了这么多的密思婷的防晒产品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防晒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防晒心得其实防晒是一年四季和每天都要用的 因为它其实防晒 大家字面上以为防晒可能就是以为让自己不被晒黑 但其实光老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去看待光老化这个事情 因为它紫外线不仅其实让你的皮肤变黑 它可以让你的肌肤老化呀 其实有很多伤害的 哇好专业啊 小宇老师上线了 那其实很多人觉得到了秋冬季节了 哎呀好像感觉天气也没有这么热了 那你觉得到秋冬季节是不是也要注意防晒 因为秋冬季节大家只是觉得气温冷冷了 就会觉得太阳好像就没有那么晒了 对 那其实不是的 紫外线还是一样的强 然后就是大家还是要坚持涂防晒 气温是空气决 对对对对跟紫外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对对对 那小宇你是每天都涂防晒的吗 对对对每天都涂防晒 所以你看今天我跟小宇坐在一起 我每次跟小宇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想说 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看一看就觉得还好 可是跟小宇坐在一起我就觉得 我至少比他黑三个度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其实好好的做好防晒 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的皮肤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是的 对大家要向小宇来学习 而且呢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都在说 嗯 早就抢完了 刚刚就是三百份 很多人都没有抢到 没有抢到没关系好不好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用的产品来跟大家推荐 所以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并且加入到我们的会员 以及小宇你一上场 我们马上就冲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排行的比较靠前面的位置 已经是第一名了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 那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那刚刚小宇说到 其实到秋冬季节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防晒 是的 尤其是好像是气温很低 但其实紫外线还是会这个穿透你的皮肤 那尤其是有的人可能上学啊或上班是坐在玻璃 对 这个落地窗边上的 然后紫外线是可以穿透玻璃 然后照射到你的皮肤上面 所以其实呢好好做好防晒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小宇你有没有听说 这个做好防晒可以防老嘛 对不对 那就省下了你很多可能要买很贵的面霜啊 精华的钱 所以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 你可能后续所有的这些功课都是亡羊补牢 对 会没有用 其实其实网上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司机老师的一个图片 哦对 他其实就坐在那个常年坐在一边开车 然后他这边会有那个紫外线照射进来 太阳 因为开车在左边嘛 然后他这边会有太阳照射进来 因为发现他这整半脸和这半边脸 他其实不一样的 没错 这边会老得很快 而且皱纹也就是因为他常年在照射太阳造成的光老化的伤害 没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防晒 尤其是刚刚我看到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都在说 我在床边 然后他的床可能是靠在那个窗户边上 所以脸上都被晒出斑了 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好好地来介绍一下密斯廷的爆款的防晒的套组 就是我们的小黄帽的面部防晒和我们的小蓝帽的身体防晒 其实这两个防晒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清爽 而且不黏腻对不对 小语你自己用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最看重的其实防晒霜 大家都很怕防晒霜会黏腻 没错 会闷 但其实这两款我自己用下来真的是一点也不扭 一点也不闷 因为我去录我们的团宗的时候 去到很多日照很长的地方 然后还有去到海边 所以去回来之后 其实我的团队都说 为什么你一点都没有变合 一点都没有就是晒伤什么的 其实我每次在房间里都是用了很久的防晒 用很久防晒 不仅是抹的然后喷的也有 而且用的都是这两款 所以大家记得了 我们请小语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这两款防晒 一款是小蓝帽 一款是小黄帽 这两款防晒一瓶是小黄帽 你可以用在你的皮肤的面部的皮肤上面 另外一款你可以全身来涂抹 而且这两款防晒 尤其是我们的小蓝帽防晒是免卸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在洗澡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把它清除干净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小语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好不好 来看一看你刚刚说的这一些是不是都是真的 因为你刚刚说到它的防晒能力很强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紫外线的测试卡 然后我想请小语挤我们的小黄帽 好不好 我们稍微挤一点在紫外线测试卡上面 然后我们挤在一边就可以了 然后我来把它涂开了 好 我来把它这样轻轻地涂开 好 我给镜头看一下 这边是涂了我们的防晒的 这一边是没有涂 然后我用这个紫外线的照射灯来照射它一下 哇 真的一点也不透光 真的耶 你看 哇 我来把它擦掉 你看一下 涂了防晒的真的完全是白色的 所以它的防晒能力真的是跟小语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日常一样 如果你不涂防晒的话 你的皮肤就会像这个紫外线照射卡一样 受到阳光的侵害 然后出现一些老化或变黑的现象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请小语再把我们的小黄帽稍微挤一点在手上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像小语所说的那样完全的清爽 一点都不粘腻 好 其实这样涂开了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质感是非常容易延展的 是的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臂上涂抹的这个触感 它基本上也不会有那些 大家用一般的防晒会觉得说 哦 它好会好像有点泛白啊 有些反光 完全没有 而且是该装的 非常清爽 来来来来 我们用这个纸巾轻轻地按压在上面 你看 哇 所以这一看防晒 不用轻轻按 用力按 很自信 完全都不会粘在手上 所以呢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哇 好 那 通过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呢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感受到Misting的防晒 其实除了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这个防晒力度之外呢 它整个的使用感受也是很好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不喜欢用防晒 就是因为它很粘 它不舒服 但是有了这两款防晒 完全不用担心 并且呢 它里面还添加了泰国的草本的古方 可以在防晒的同时做到养肤 那而且它整个的成膜速度也是很快的 像小宇刚刚涂在手上了之后 马上就用这个纸巾去按压它 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已经完全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了 尤其是像小宇刚刚说的 真的就是你出去啊 或者工作的时候都会用它 是 对不对 是 好的 那今天呢 在直播间里面会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力度呢 我们的小黄帽的防晒呢 日常是60块钱 小蓝帽是70块钱 在我们的38号链接 日常价格这两支是168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 到手价是现货118块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其实相当于一支不到60块钱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两支防晒 而且我们的这个小黄帽是60毫升大容量的 那我们的这个身体防晒 小蓝帽呢 是70毫升也是非常大容量的 其实防晒这种东西呢 就是建议大家反季节去团货 是的 对不对 尤其是其实到了冬天 其实大家也是需要用防晒的 在38号链接小宇同款的我们的防晒组合 日常价格168 今天到手价是118 直接拍下就是现货 那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理性购物 因为我觉得防晒还是蛮有必要的 因为做好防晒之后 你整个的皮肤才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好 那么当然呢 这个我们说完防晒之后呢 再来跟你聊聊一些你自己的日常 嗯 那因为你经常要戴妆工作 对不对 所以你会不会经常出现一些皮肤出油的问题 有啊就是我其实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镜头面前 你一点点的油光 可能有时候是你自己皮肤渗出来的油 但是从镜头看出来就是比较很油的状态 没错 所以这样完全是不行的 嗯 因为有时候你在镜头前的一些机会 它不可能让你一直补妆 或者是有很及时的补妆的机会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要用一个很控油的粉底液 嗯 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密斯廷也会有一些非常控油的持妆的粉底液 就是我们的小蓝盾粉底液 对不对 对 一会呢 我们跟大家好好地来介绍一下 那我再问一下小雨 你每天出门之前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涂防晒啊 涂防晒 一定要好好地涂好防晒 所以大家在我们的38号连接赶紧下单 那另外呢 如果要画一个非常服贴的妆容 嗯 嗯 你你你回想一下化妆师会给你做哪一些比较重点的地方 它其实 首先挑粉底液就很重要 嗯 我个化妆师其实 它一直在呃 秉持的一个上妆的一个功效就是 它要这个底妆呃不厚重 嗯 呃不卡粉 嗯 然后看起来状态要好 嗯 然后呢 要控油持妆 嗯 这几个 因为我们很多时间都要跳舞 没错 像我的话 要考虑 对 要考虑她的持妆的状态嘛 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 选粉底液非常重要 是 所以呢 一会儿呢 我们也要来跟小宇好好聊一下 她到底选择的是哪一款Misting的粉底液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聊一下 因为现在是双十一期间哈 大家都是饱含着这个购物的热情 我想问一下小宇你自己在双十一期间会不会买很多东西 嗯 你是属于货比三家的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被别人安利种草的这种冲动派 其实我是容易被别人安利的 真的吗 对 但是我还是属于理性消费 嗯 就可能大家看我之前的一些节目或者是采访都 嗯 我的队友都会说流语爱买东西 然后快递特别多 那其实我那些都是必需品 就是会理性消费购买 我不是那种冲动 我很会精打细算的 真的 我买东西 我真的考虑好久 真的吗 对 我就在考虑 到底需不需要 嗯 到底好不好用 到底实不实ير 我考虑这些 然后卖乖乖乖乖 那你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省钱的这些小妙招吗 比如说你你如何去判断 它是实惠的 首先要适合自己 嗯 就是你看了这网上的一些介绍 然后我就觉得 啊他用的好好啊 会不会我用不合适呢 你就会考虑这些 但是你实际上适合 Zeiten 你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对吧 所以政府就是一个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性价比 性价比高不高 并不是说它这个东西越贵越就是越好 没错 那其实要看性价比 性价比高了你买了也很开心 没错 因为一个很优惠的价格 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也是非常会让自己心情很愉悦吧 至少我是这样的 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明明也没有便宜多少钱 或者说就是你就是趁着这个时机 然后多送了一点东西 或者多便宜了几块钱或几十块 你会觉得哇好开心 对不对 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是一种感觉 那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省心好用的选购建议来给到大家 呃建议其实可以说是一点小心的吧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 我一般就是不太会经常更换产品 如果适合自己就会一直用小心 因为其实脸的这个皮肤 它其实蛮脆弱的一个状态 没错 如果你经常去换的话 很容易就用成敏感肌 是 因为你的肌肤会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产品 那如果你经常更换的话 还没有适应这个产品 它就 你又给它来了一个新的成分 对 所以它这个脸上就会 不太接受 是 然后所以我就会 持续地用很长时间的一段这样的产品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跟小语一样 如果你选到一个好用的产品的话 其实可以一起来坚持使用 对不对 那其实每次到了双11期间 我看到很多人都会做什么很长的那种购物清单 然后有的人还会拿计算器在那边算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工作人员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真的是看到一些很夸张的就是拿纸拿笔 就是真的是很认真地记下来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认真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平常学习的时候没那么认真 在双11这个时候就会很认真 对不对 就是还有人就是什么想要的东西太多 嗯 然后一下子到了那个点然后抢不过来了 嗯 然后就把各种手机都拿过来抢 其实是这种状态还蛮好玩的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感觉真的是有点像过年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种购物的氛围 是的 而且我跟大家讲哦 就是我跟你们讲 这个今天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 肯定是有的人是拿好几个手机一起来看直播的 真的吗 对啊 因为在双11期间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面会给大家很多的福利的话 大家都会拿很多的手机一起来看 然后一起来给我们点赞 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嗯 那么当然呢 其实今天说到 刚刚小雨说了这么多 她自己对于一些购物的经验的分享 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密斯汀的直播间 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 以及呢就是很实惠的 而且的真正好用的产品要来推荐给大家 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我们的防晒很重要之外呢 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推荐很多其他的产品 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物 对不对 跟小雨一样 按需购买 那选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才可以事半功倍 那接下来呢还有个小小的互动问答 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那如果说要让你这个 因为现在很忙 我刚刚听你说 你又要参加这个 要参加那个 要学很多东西 你现在会不会给自己计划要放一个假 没有 没有吗 我觉得不放假吧 就是放假之后 你会感觉就自己好像没工作 哇 不过也是啦 其实我觉得给自己一点动力 对不对 然后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好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你会追剧吗 我最近确实没有追剧 最近确实没有追剧 因为时间上的安排 其实不允许我追剧 因为每天你在车上还要学习蛮多东西 有时候你想放松一下吧 可能会打来打游戏 就会玩一下游戏 稍微让自己放松一下 那接下来呢 要问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去海边玩的话 你会是属于那种 在沙滩以上躺平的 还是会精力无限去冲浪的 我可能在房间里在什么 在房间里面躺平 就是如果是拍摄需求 可能会去海边走一走 然后就是可能会拍摄点镜头 但是我不会冲浪 不会冲浪 对 就是我还是比较担心 自己被海水打倒 然后游不回来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会想要去学一下冲浪 嗯 不会吧 好吧 还是不会了 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么忙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 也是一件很很好的放松 对不对 对 就坐着 打一会儿游戏也挺好的 嗯 如果现在让你许一个愿 让未来的一年之后的自己看到 你会许什么愿望 让一年后的自己看到 看到 对 相当于是有一个期许吧 疫情的好转 疫情的好转 嗯 哇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都一直想的这件事情 是的 真心希望 对 真的是 我相信大家都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 那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每天出门的时候呢 要做好个人防护 是的 对不对 戴好口罩 然后呢多多的洗手 尽量少聚集 嗯 然后呢 这个保护好自己 这样的话将来有机会的话 小语也可以在线下 跟大家做更加亲密的互动 嗯 那当然呢 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呢 接下来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密斯廷的蓝盾粉底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黄牌单品了 那这个蓝盾粉底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它的妆效和它的这个控油的能力 嗯 然后还有它这个维稳养肤的一个感觉 其实一开始我用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它上妆的时候 就感觉整个皮肤妆效非常好 嗯 然后我的队友也都很喜欢 因为他们有些也 我让他们用了一下 嗯 因为 呃 Misting 很好 它送了礼盒给我的队友们 嗯 然后我就每个人给他们发了一份 嗯 然后呢 其实 呃 里面的这个成分也非常好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 大家可能如果了解到的话 会知道它有一些非常好看的成分吧 对 结果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蝶豆花 嗯 这个成分 嗯 诶 你知道蝶豆花是什么吗 其实我知道蝶豆花 嗯 没错 所以它的暗沉效果就没有那么快 是 因为 试粉底它都会有一丢丢的暗沉效果嘛 但是它的暗沉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弱的 没错 其实大家在选择粉底液的时候 担心的无非就是 哎呀它上脸了之后会不会暗沉啊 是的 然后它是不是会经常脱妆啊 嗯 那其实这一瓶 小兰顿的粉底液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对不对 尤其是刚刚这个 呃小宇说到的 这里面的这个蝶豆花 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分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是非常高的 嗯 尤其是蝶豆花其实还可以拿来泡水喝 是 那有了这些成分之后呢 就可以帮助这瓶粉底液来打造 对抗暗沉 8小时持妆控油的效果 并且呢 因为它里面是植物萃取的这个成分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些肌肤状态不太好的话 嗯 来用这一款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那么其实刚刚我们都说到 Misting是来自于泰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嗯 泰国高温高湿度 所以对于底妆的研发也是有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的 嗯 它所有的产品都要做到三点 我来考考你 是哪三点你知道吗 防水防汗不脱妆 哇塞 好厉害啊 果然是非常合格的代言人 那既然说到它防水防汗不脱妆 嗯 那么我就来帮大家试用一下这款粉底液 没问题 好不好 那我在试用的时候 我们请小雨来帮大家讲解一下好不好 那这款粉底液呢 其实有不同的色号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挤在手上 你会发现它整个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好 流动 它就说明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没错 其实你可以用指幅轻轻轻把它推开 你可以发现它的延展 哇 是不是 是 很丝滑吧 非常非常丝滑 而且其实它的遮盖力也很好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你薄薄涂开在这一边 它的服贴性非常好 嗯 我们可以拿美妆蛋给它拍开一下 哇 我们来用美妆蛋轻轻地拍开一下 大家自己在家里上妆的时候 也可以拿这个美妆蛋来这样轻轻地拍开 哇塞 它拍开了之后 是不是很均匀 我觉得非常非常均匀 我觉得我现在跟小宇终于保持一个色号了 没有 它其实完全没有卡粉的情况 没错 来给大家看一下特写 你是不是上这个底妆前 你没有涂护手霜 对我没有涂护手霜 所以你看它在没有上护手霜润肤的这个情况下 它这个粉碟上手它还是不卡粉 不卡纹 说明它里面的这个养肤的成分加得非常的滋润 没错 它可以让整个手上 就是在没有任何妆前的情况下 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妆效 是那其实刚刚我们讲到呢 粉底下有很多不同的色号 对不对 那像这个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110的色号 那我想问一下小宇你平常用的是哪个颜色 我应该是用化妆师给我用的是110 应该是没有不是最白色 不是最白 100是最白的 对 然后110化妆师给你用的是这个110对不对 那这个颜色呢 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适合自然偏白的人来使用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小宇同款的话 就可以来选择110的这个色号 如果你是非常非常白的那种冷白皮的话 可以来选择100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自然偏黄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黄二白黄一白 可以来选择120这个色号 所以它整个的色号的选择也是非常多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小蓝顿的粉底下 就像刚刚我们小宇说的 它上妆了之后呢 可以有一个起到非常好的服帖的效果 并且真的是持久不脱妆 而且你会发现 它整个的妆效是带一点半哑光的 半哑光 对不对 奶油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 而且不厚重 对不厚重 因为有一些粉底下你会发现 它虽然很持妆 但是呢它可能会很厚 或者说它妆效太哑光了 就不太适合秋冬的季节来使用 但其实这款粉底下 会给你一种半哑光的那种感觉 那么今天呢 如果说大家来选择 我们的小蓝盾粉底液的话呢 是在41号链接 41号链接 那除了有日常的这些赠品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小宇的周边的拼图 来送给大家 并且这个拼图是限量的 所以41号链接 大家可以来赶紧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这个粉底液呢 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日常的价格呢 是119块9 差不多是120块钱吧 那今天在直播间里面 只要付我们的定金 10块钱就可以了 定金10块钱付掉了之后呢 在我们付尾款的时候 它会自动变成15块钱 然后呢 记得再去领一个 尾款的55块钱的券 最终到手价 只要89块9 89块9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 41号链接 根据你自己的肌肤的需求 来选择适合你的颜色 然后呢 把10块钱的定金付掉就可以了 那当然呢 其实这个粉底液啊 因为是小兰顿 比较经典的粉底液 没错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 其实Misting 我听说啊 最近出了一款特润版的粉底液 特润版的 特润版 这个特润版 其实就是专门给干皮来使用的 对不对 对 就是等于说是 蓝盾粉底液的秋冬版 没错 我觉得小宇的这个形容 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了 因为这一款蓝盾粉底液呢 其实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嗯 它既然这么控油的话 它会不会不够滋润 是的 所以特别为大家推出了一款 特润版的粉底液 其实呢是在这个蓝盾粉底液的 原配方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新的升级 在保留了刚刚我们说到的 这两种特别好的养肤的成分 同时呢 还特别添加了 伊兰花和睡莲的提取物 这两种呢 就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来保持水水润润 不拔干的这个植物心脆 所以呢 如果你是干皮 或者你生活在北方的话 或者你觉得 哎呀我上妆老是容易 卡粉起皮的话 就可以来试一下 Misting最新推出的 蓝盾粉底液的特润版 对不对 而且呢 现在呢都是在预售的阶段 都是在41号链接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你在41号链接 进去了之后呢 你就选择特润版 如果你是正常的皮肤 或者说你是希望 它控油效果更好一些的话 就选择经典版就可以了 都在41号链接 而且呢 我们全部都是 这个新鲜的产品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保质期 都是最新鲜的 所以请大家非常放心的来下单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呢 尤其是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为它真的是不妥妆 对不对 尤其是有的时候到秋冬的时候 你穿一些高领毛衣啊 或者说有的时候 现在大家可能还要再戴口罩 口罩 你也不希望你自己的口罩摘下来的时候 哇 半张脸都在口罩上面 或者脸上都是有那些小印记 或者说这个高领毛衣蹭到粉底液都是不好洗 而且呢 有的时候出去买衣服的时候 你在试衣服的时候 哎呀 不小心把这个粉底液蹭到了别人的衣服上面 也很尴尬 所以呢 有了这个小蓝盾的粉底液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哇 这些问题全部都可以得到解决 好 我再来跟大家最后再总结一下 在我们的41号链接 我们有两款 一款的是经典版的 一款的是特润版 如果是干皮的话 就来选择特润版 如果说你是正常的 这个一般的中性肌肤 或者说油皮的话 或者说是混油皮的话 就来选择经典版 日常的价格呢 是差不多120块钱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 10块钱的定金付掉 再去领一个5块钱的尾款券 最终到手的价格是89块9 此时此刻 如果你是刚进直播间的话呢 记得要点击一下屏幕上方的关注按钮 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 就可以获得所有的这些福利了 那接下来呢 小宇呢 我想请你拿着这个 刚刚你也很喜欢的这个兰顿粉底液 来做一些pose 给大家送送福利 好不好 那我给你几个关键词哈 还有关键词呢 对关键词 就是增加难度 首先第一个 无拒油光 哇 第二个 超强持装 这边 第三个 瑕疵 拜拜 拜拜 好 非常感谢小宇 其实我刚刚有发现 你在拜拜的时候有这样对不对 对 可是你无拒油光也是这样啊 因为 它就说明什么啊 这三个妆效 这三个优点 全部集中在这一品粉底液里面 所以其实刚刚的演绎 是有一些小丝在里面 对不对 全部都集中在它一个里面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41号链接里面 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择 那如果 其实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选最保险的 不容易出错的色号的话 就是LF1120来选择 这个色号 嗯 就可以了 那其实呢 刚刚我们说完了粉底液之后 你有没有 记得 这个化妆师在给你化妆的时候 还会用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 粉底的话 它是一个打底嘛 然后如果你有一些 黑眼圈啊 这些可能会用到遮瑕 嗯 用到遮瑕 嗯 遮瑕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的小小的一支的 小遮瑕了 是的 这支遮瑕 它其实很小巧一支 嗯 因为它 我觉得它首先是 非常方便携带 没错 然后有时候你会背一些 什么很小的包包呀 嗯 然后这些都可以放下 像我化妆师 有时候在补妆的时候 嗯 它们有 不会拎那么大的包嘛 是 因为它东西不需要带很多 真的 然后背小小的包 这个就很适合 放在它们的包里面 嗯 就是在旁边一放 哎 也不占地方 但是它的 妆效又非常好 是 而且呢 大家女生真的是 大家包越来越小 对不对 这个呢 就非常适合携带 而且其实它整个的设计 很特别 对不对 它设计真的很特别 嗯 就是它是蹦头设计 这个设计首先就是 你看啊 它其实是有一个斜面的 嗯 就非常符合 我们手指的这个抓握取的 抓取的和涂抹的模式 比如说我按一下 嗯 然后从这边贴 贴上去 然后一抹 所以说它用起来 不会特别别扭 是 那有一些遮瑕 它可能就会设计的 没有那么好 没错 然后你用起来就会 哎 这它的设计真的很方便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遮瑕 跟其他的遮瑕 真的都不一样 因为市面上遮瑕 大家可能就直接拿出来 就直接点在脸上 嗯 或点在手上 但这个遮瑕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很像那种眼霜上面的 这种设计 对不对 一方面呢 就像小宇说的 可以方便涂抹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更好地 跟肌肤接触 而且哦 它还是一个真空罐装的 这个很重要 嗯 有什么好处 跟大家说说 首先 嗯 用多少 取多少 嗯 然后保持粉体的干净 嗯 不受空气的污染 嗯 然后你知道有时候 你接触到一些 遮瑕 接触到一些空气 因为你知道 有些遮瑕 是这样涂的吗 对对对对 它接触到你的手面的时候 再塞回去 对塞回去 它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 细菌 但这个是真空包装 它其实就不会受到一些污染 是 这样就很保持它的 一个干净的一个状态 没错 嗯 其实刚刚小宇说到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不受污染 真空包装的话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给里面的料体 做保鲜 对 因为其实这个里面 也是添加了植物萃取的 嗯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蝶豆花精萃 还有这个很多的植物萃取 都是在里面的 所以其实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每一泵挤出来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 嗯 而且呢 也可以给你的一个妆容 做到一个最好的 这样的一种妆效 那而且啊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一款遮瑕液的容量 有7.5毫升啊 很多 很多 就是普通规格的2到3倍 有一些 你知道就是直播间里面 有些朋友都说 这个遮瑕可以用6个月左右 所以其实这个遮瑕 一般的遮瑕可以用6个月左右 但是这一款遮瑕的话 就可以用到更久了 嗯 对不对 那其实呢 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小宇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的化妆室在给你上妆的时候 是先上底妆 还是先遮瑕 应该是先上遮瑕吧 先上遮瑕 再上底妆 有时候会三遍 就是先上遮瑕 再上底妆 然后再补一点遮瑕 这样会整个妆面 就会还蛮好看 然后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 都在说小宇 你没有瑕疵 有有有 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脸上 不一定说是瑕疵 也许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肤色不均匀啊 对对对 或者有一些这个痘痘痘印啊 或者说有一些黑眼圈啊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遮瑕 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那其实呢 我们刚刚说到 除了来帮你做到一个遮瑕的话 还没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使用方式 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遮瑕液 它其实并不是只能用来遮瑕 因为有时候你 比如说你想要让这个 因为我的化妆室经常给我用这个 因为有时候 因为可能是灯光的原因吧 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它就没有那么亮 灯光打得不好的话 会让这个地方看上去 特别往里凹 那这个时候 它们就会用比较亮的色号 然后在这一块 这个区域给你用做提亮的效果 这样从肉眼看上去的话 这里就会 好像就起来一样 没错 就整个人看起来更饱满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方式 如果你有不同颜色遮瑕的话 其实不光是来帮你做遮瑕 还可以来帮你做提亮 那今天在直播间里面 这一个非常好用的遮瑕呢 一样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大的福利 在39号链接 日常的价格呢 是79块9 今天去领一个20块钱的优惠券 到手价是59块9 到手价是59块9 当然如果你是要买两件的话 像小宇刚刚说的 我想要用不同的颜色 来做一些不同的搭配提亮的话呢 你可以去领一个50块钱的券 领一个50块钱的券 到手价应该就是109.9 就是109块9就可以买两只 如果是买一只的话是59块9 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来进行选择 那么当然呢 如果你此时此刻是刚进了直播间的话 也记得来点击一下 屏幕上方的关注按钮 并且呢 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 来给我们多多点赞加入会员 谢谢大家 那当然呢 这个小宇今天双十一期间 难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天 其实呢 你不知道我们经常在直播间里面 会被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直播间里面的 小哥哥小姐姐们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人 来问他这些问题 那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好不好 我来 我来 这个问你一些问题 嗯 好不好 没问题 看你能不能帮大家 来做一下解答 好 首先呢 我是一个大油皮 就算到了冬天也还是 很容易出油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密斯汀的单品 这个问题很简单 如果你冬天还会容易出油 就说明你是一个比较油性的皮肤嘛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推荐你用 Misting的兰顿的粉底液 或者是持妆的黑气垫 这两款真的非常适合你 哦 兰顿粉底液和持妆黑气垫 哇 持妆黑气垫 我们还没说到呢 一会儿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兰顿粉底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帮助大家控油的一个产品 那么接下来呢 有人说我特别羡慕 别人有奶油肌的妆效 马上就要冬天了 又担心粉底液会拔干 Misting有什么产品适合我的吗 如果你喜欢奶油肌的妆效的话 可能真的有非常适合你的产品 也是我 好像今天化妆室友给我用的 是什么是什么 Misting的时装白气垫 时装白气垫 这个又是Misting的新品 一会儿跟大家好好地来聊一下 气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有人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跳舞 也是学校舞蹈社的 想要跳舞出汗 也不脱妆的尾素颜的产品 有什么 其实你可以选 因为你要跳舞嘛 跳舞就是要持妆 因为你还想要保持一个完整的妆效 其实还要用到蓝顿的粉底液 然后呢 如果你想一个清透的素颜妆 让皮肤看起来清透好一点的话 可以再加上一个遮瑕液 然后就可以打造出一个 很通透的一个素颜的感觉 哇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这个蓝顿粉底液和这个遮瑕液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遮瑕液 如果说有一些女生可能脸上 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话 直接用遮瑕液点涂一下 就可以出门了 是的 非常方便 对不对 就是尾素颜的妆效 好 那有人问说 哇 英图文流语作为热力代言人 平时都用些什么呀 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平时啊 就是你们看到桌面上这些产品 我都用 都在用 出门的话就会用我们的防晒 然后如果要工作的话 化妆师就会使用蓝顿和遮瑕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气垫 都可以一起来使用 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是个干皮 感觉Misting所有的产品都很控油 会不会用起来很拔干 首先确实Misting家的产品 真的很控油 控油做得非常好 那如果你还担心它拔干的话 就像我刚才介绍到的 Misting的蓝顿的特润版 就是针对这种 担心Misting的产品过于控油 可能会担心自己皮肤太干 然后呢 Misting的小蓝顿的这个特润版 就正好地解决了你这个需求 所以如果你担心皮肤特别干的话 听小雨的来选择蓝顿的特润版 好的 今天这个客服小雨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满意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 再送出一波清签的福利 好不好 那请大家在评论区打出 Misting双十一大卖 记得要把我们Misting的英文 MISTINE全部都打出来 并且呢 都是大写的 如果说输错了的话是不算的哦 那这一轮呢 我们要抽出一位朋友 为大家送出小雨的亲笔签名的照片 所以请大家赶紧刷起来 Misting双十一大卖一定要打大写哦 我已经看了有人小写了 已经有人小写了对不对 MISTINE 一定要大写 大写刷起来 好 那小雨来到记事我来截图好不好 Misting双十一大卖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来准备三二一 Misting双十一大卖 好 我们来截第一位 这位朋友没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对不起 你就错过这个机会 我把你的名字滑掉 然后另外第二位朋友呢 很可惜 他虽然打了Misting 但他没有打双十一大卖 好 那么就给这一位朋友 我来把你的名字给镜头展示一下 我尽量放大一点 稍等我一下 我尽量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看得清楚 对 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好的 来 这一位 可以看到吗 好 看到了 蓝色的 S开头的这一位 好 如果你中奖的话 截图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截图保存下来 跟客服取得一下联系 好不好 那也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官方的微博 因为我们的奖品会在登记之后的七个工作日之内 为大家祭出 那当然呢 也非常感谢今天 这么多朋友对小宇的支持 所以呢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给我们多多点赞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福利 要来送给大家 其实刚刚小宇在做我们这个小宇客服的同时 已经给大家透露了 Misting的两款新品 就是我们的两个气垫 一个是黑气垫 一个是白气垫 我们请小宇来展示一下 而且刚刚其实大家在等待直播开始的时候呢 也看到你非常帅气的这个气垫的这个画面 那我来跟大家 小宇来展示 我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 这两款气垫呢 是Misting跟这个托比亚的联名的限定的包装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其实气垫呢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随身携带很方便嘛 是的 并且呢 气垫呢 这两款气垫分别是针对于油皮和干皮 不一样的肤质来使用的 并且呢 它里面也是添加了很多的保时因子 如果说你在秋冬又想要一个 很方便携带的产品的话 其实就可以来选择气垫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一共有两款嘛 一款是白色的 白色来帮助大家打造高级雾面的妆效 黑色来帮助大家打造高级雾面的妆效 白色呢 让你拥有漂亮的奶油肌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这两款气垫都采用了超微颜色粉科技 是非常非常细的微米级的小分子 那我们就请小雨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得 你有没有觉得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对啊 就是今天就是 也不是说今天 就上次Misty给我记的时候 我打开的时候我用了一下嘛 因为当时是在我的房间里面 然后我就打开说 这个网好像跟我平常用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我没有把这个膜撕干净 然后我就在那 哦好像不是 它就是这样很特殊的设计 它的气孔就是密到你的眼睛都看不到它气孔的存在 对 你看我就这样放在镜头面前 是 你会发现它好像就是一个布一样 对 没有气孔 但其实你仔细的去看它上面有密密麻麻这种小气孔 气孔非常密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这样的布局的话 其实它的里面的一些粉底液的这个质地就不会挥发的那么快 没错 其实很多人在用气垫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想说 哎呀 我买气垫 好像没有粉底液这么经用 总是不小心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它可能就是挥发了 所以Misty这一次呢 做得非常的好 它上面的这个气孔小道只有0.3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所以是非常非常细的 大家在用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它出粉非常的均匀 并且呢 也不容易挥发和干燥 而且呢 还可以尽量的让里面的这个料体啊 减少跟空气的接触 是的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更加的贴敷 而且呢 也不容易被氧化 另外 小语你手上拿了这个粉扑 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这个粉扑它其实是一个PUP的材质的这个资料 就是材料 它首先摸上去它的质感非常好 就是你可以感觉它的海绵啊 包括它这个袋子啊 包括它这个面 触感都非常好 是 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里面也很可爱 也有个小鸭子 是的 但是呢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它是一个尖尖的造型 是的 因为一般的气垫 你会发现它的粉扑是圆的 对不对 那这个尖尖的造型 你知道它的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吗 尖尖的其实它去 因为你看我们面部结构 它不是一张大饼 对对对对 它不是一个平面 它是一个立体面 没错 侧面看的话 我们是有鼻子 有下巴 有嘴巴的 对 那这个时候你拿一个圆形的去铺它 可能就是会照顾不到死角 那其实它的这个尖尖这个头 然后你再去修饰你的鼻翼 像这个死角 这个地方 就会发现 它这个尖尖正好卡住你的这个鼻子的这一块 就非常容易上妆 而且它像什么嘴角啊 这些可能都会比较方便 是 所以其实这也是 密斯廷在设计这个气垫的时候 非常用心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除了在料体上面非常用心 并且呢 还做到了不容易挥发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细密的网膜 同时呢在粉扑上面 每一个细节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是的 而且呢 小雨手上拿的这个是黑气垫嘛 对不对 黑气垫里面是添加了控油因子的 黑气垫非常适合油皮来使用 如果说你是大油皮 你希望你整天的妆效都保持一个很清爽的妆感的话 来选择黑气垫 就算是大油皮 也可以打造出一个非常高级和雾面的妆效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款就是这个啦 这个白气垫 大家看一下 白气垫呢 里面是添加了非常多的保湿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来选择白气垫 会带给你一种非常自然的奶油肌的妆感 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使用 会给你整个肌肤都带来那种 银润亮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 那一会儿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气垫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优惠带给大家 但是此时刻我想请小雨 来帮我们演绎一下好不好 因为这个气垫有两款嘛 对不对 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 其实我知道你在那个 你拍的那个TBC里面 也有给大家展示 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 在不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 不一样的一面 对不对 有的时候是开心的 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自我一些 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安静一些 那其实气垫也是一样嘛 两款气垫是和不一样的人 那么这两款气垫 那我们想请小雨来用两种不一样的人设 来演绎一下 好不好 那你觉得白色和黑色你要怎么样 先演一个黑色吧 因为黑色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高冷 或者是比较神秘的感觉 那其实如果是拿这一款拍照的话 其实可能就会展现一个比较像黑色系 虽然它上面的人物非常可爱 但是还是要认真一点 好 我来数三一个 三二一action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大家来截图 来三二一action 高冷的酷酷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白气垫 这个白气垫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白气垫的话可能就是 就是生活当中比较放松啊 然后比较轻松的自在的一个感觉 Action 今天从暴力套出来 我看一下 嗯 心情很不错 哇 轻松打造奶油机 对不对 嗯 好 所以其实两种气垫呢 刚刚小宇给大家演绎了两种不一样的风格的人设 同时呢 这两款气垫也是适合不一样的人来使用的 嗯 黑气垫适合油皮 白气垫呢 适合这个干皮来使用 是的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刚刚小宇的这个同款的气垫 在我们的40号链接 日常的价格呢是179块钱 今天在我们的直直播间里面 到手价149 额外再送给大家同款的替换心 相当于是买一个气垫 用完了之后呢 那个替换心你还可以再替换上去 嗯 相当于是买一赠一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产品 小宇已经刚刚说了 每一个都你是自己在用的对不对 嗯 那有没有什么你自己觉得 印象特别深刻 或者说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你觉得一定要选的是哪一个 一定要选 我还是比较喜欢白气垫 白气垫 因为首先它其实也是妆效非常好的 一款气垫的底妆产品 然后你要如果是自己的话 你可以随身携带 嗯 非常方便 因为它你放在包包里 它就可以用了 然后上面有自带粉扑 嗯 然后它的粉扑的这个设计又非常便携 嗯 所以你不管到哪带它非常方便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选它 没错 而且我觉得其实气垫啊 非常适合学生朋友嘛 嗯 有的时候在宿舍里面啊 或者说这个去上课的时候 也不太方便带一个粉底液 到处补化妆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其实有一个气垫的话呢 呃外出补妆啊 或者在宿舍里面化妆都可以 非常非常方便 尤其是这一次还送给大家一个替换心 相当于是满一赠一的福利 149块钱 这个呢在40号连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那当然呢我们的气垫呢 也是由我们的周边拼图来送给大家的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气垫或选择粉底液都可以 因为都是有周边拼图来送给大家 那么刚刚呢这个最后我们要结尾之前呢 嗯 再来给大家送一波福利 因为刚刚我们开头的时候说有一个秒杀 嗯 9块9的秒杀 因为小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特别给大家秒杀 刚刚秒杀到的打一个1 没有秒杀到的打一个2 让我在直播间里面看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 如果说已经买到的抢到的打1 没有抢到的打2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特别送出 200份的我们的24小时版本 我觉得就算抢到了也不会打1吧 对大家都在打2欸 真的 我本来想说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 什么都打2 没有我本来想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打1的话你就不要抢 这个集合让给别人 没想到大家全都打2 果然都很聪明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小雨来倒计时 我们给大家再送上200份的9块9秒杀的秘分 好不好 好 来准备3 2 1 上链接吧 大家赶紧抢 最后的机会赶紧抢 如果抢到的话 在直播间里面也跟我们说一下 那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小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又是在双11的期间 然后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好用的产品 那接下来我要特别代表品牌 为你送上一束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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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小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卡片 好 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然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生活快快乐乐的 然后双11期间可以买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产品 然后Misting的产品非常好用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Misting的所有产品 他们新推出的气垫也非常好用 好 非常感谢小雨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 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是不要走开 因为一会儿我们店铺的主播 还会给大家有更详尽的产品的解说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